七强 走起 老板 你再不卖我这就没人了 你明天要回家了 我不回 你不回家吗 我当时在这待着开始我会走的 这样子 那你能一直待着吗 你在住哪儿 这里有地方 你有店 我在国贸有店 哦 你在国贸有店 来来来 整个盘盘碗 怎么是这种造型 像个那个 西山的 对 像个西山的碟子 像个牛排碟子 吃牛排 这小镇子就搞点珍珠钉 搞两下 那一万多我觉得也不是很值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值 也许行情是有那个价钱 就像郭腔龙一样 说到郭腔龙卖一万的 也要有这个行情 但是我就不会去花那个钱 去买那个郭腔龙 真的 我从来不买那个郭腔龙 那些特殊的东西 上山大口也一万多 都想不通 想不通 有些东西是想不通的 吃者总不要死 有些东西是想不通的 但是行情就是被炒着成的 那同时的 来 搞搞这个货 这个话还可以 这个碟子还特殊 好多 气形特殊 反面是一个双鱼 双鱼这个老康的一个这种款 东西是全品吧 这个是全品 老康的一个精品人物 这个碟子你们看看怎么样 你卖多少钱 两个一几只就买一万了 两个一万 一个呢 一个的话就好难谈的 有什么难谈的 你报价就行了吗 有什么难谈的 那你就买8000 那个要2000 那个才2000 那我买那个算了 是不是这样 来 你们买8000的 我买2000的 我们合买 你们买全品的8000 我拿那个2000的 就有更充限的 用黛玉藏花图 对 有文化 相当有文化 我们这个粉丝 不仅有眼泪 还有文化 还是新一代的淘宝 淘宝寻宝人 《红龙梦》是 康熙以前就有了 也许有道理 应该是有道理 也许有道理 上人以前研究过那些 那红龙梦应该清中期是不是 清中期 曹雪芹 早期 庸正 那也不到康熙嘛 人家说 曹雪芹是 编写的时候是云代过去 不对 曹雪芹本来就跟康熙有一腿 他父亲跟康熙有一腿 有一腿 康熙本来就是 潮家是康熙比较看重的一个演员 比较看重他吧 所以他说经常南巡也是在那边住 康熙 所以是被重庆的 被重庆的一个家族 只是后来衰落了 衰落了才后面有点悲剧了 前面是很兴盛的 所以一个盘子 给你验证一段历史 所以这个盘子可能它的意义 不仅仅是一个画片 刚才朋友谈到一个 战雨淡花的一个故事 那么牵出来《红龙梦》这个事情 再牵到老康的这个事情 那就有意思了 这个盘子它的价值 就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工艺上面 它可能有历史 一些包括一些民族的研究价值 好吧 你们搞搞一搞 做得这么好 不给价怎么用 成学历最高的是不是 你以后不要在古玩城混了 你以后调到 《红龙梦》研究中心去混 好吧 你力争成为《红龙梦》研究中心里面 卖古玩最厉害的人 今天主机就在我南城了 在南城 对对 他是南城 小白他又不敢买这种好货 小白买个五百八百的 这个地形吊带 不能指望他们去挑起这个重带 还得靠你们中流砥柱 你们是中流砥柱 是希望 大家都把关注点一点 兄弟们 朋友们 晚上给大家开播 牺牲我晚上自己休息的时间 真的 你看我开播这么累 我又很少给你们带东西 我都自己买 自己掏钱 我又赚不到你们什么椅子 但是我愿意去播 愿意去播 为什么 把一些真正的好的路见 暂时给大家 讲解给大家 就是我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让大家认识到好物件的价值 让大家认识到一个精品物件 是一个什么状态 什么一个风格 什么样一个整个味道 你才能够让我们 认多的好东西有所处处 是不是 要不然大家都玩了老五层去了 没人讲 没人弄 没人买 大家都不懂 大家都不会买 也都没法卖 那么完蛋了 这个圈子也是完蛋了 收藏不是玩那些小东西 收藏是玩一些真的有收藏级别的东西 是不是 但前期大家得懂吗 得看见过 这时候你看见过吧 你先不说懂不懂 这你还知道看不见过这么个东西 好吧 就这样